保护听力 沟通无碍 听见 让爱升华 父母都会认为 听出来嘛 一定是要怎么样教 其实我跟父母讲 不是 所有学习语言都是一样的 早期学习语言都是一样 跟父母自然互动中形成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要有某种知识 要有某种样子才叫做语言训练 语言不是训练出来的 语言是互动经验出来的 听见 让爱升华 今天非常荣幸为听众朋友邀请的是 富联听觉健康社会福利基金会管美林执行长 在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全脑总动员 让我们的听见没有烦恼呢 执行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 非常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都能够来认识基金会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请您来 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富联听觉健康社会福利基金会 它成立的时空背景呢 好 富联听觉健康社会福利基金会 在民国85年的时候 那时候因为感觉到呢 有关听众领域这一块的社会资源 非常的不充足 相对于其他障碍类别呢 他们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成熟了 因此呢 在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的情况之下呢 富联会呢 就捐助了我们成立了 富联听障文教基金会 那个时候是用这个名字成立的 然后成立之初 我们就以推动听众早期疗愈 为主要的工作 因为那时候是缺乏的 然后成立了台北台中 高雄三个中心 那一直到民国108年呢 整个听众早聊的发展 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社会资源也很丰富了 但是呢 我们又看到了 这个社会出现了 另外一个迫切需要的就是 其他年龄层听觉服务的需求 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大 尤其是乐领族的 因此呢 我们就将我们的 富联听障文教基金会呢 跟名为 富联听觉健康社会福利基金会 那我们希望扩大我们的服务年龄层 来回应这个社会的需求 所以在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主要的任务 希望能够做调整 提供更全面性的一些服务 那执行长管老师 您个人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会投入到听众早聊的相关领域呢 刚开始投入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个意外 因为当时在民国68年的时候 我准备结婚了 因为我原来是护理出身的 我不想执大业班 想说我要进入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那那个时候呢 台北荣民总医院正在招考 听力师跟原治疗师的培训 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听语细所 所以都是要靠医院这些有心人士去做培训 那我很幸运的我考上了 又很幸运的荣总觉得我优秀 又把我留下来了 等到我进到这个领域以后 刚开始还觉得 因为都是服务了农民伯伯 所以做那些听力检查都是很容易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 也是有一些小朋友要来做 可是当时不管是对于幼儿的听力评估 幼儿的相关的听损的知识 都非常的缺乏 尤其专业技巧 这些部分都很缺乏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荣总 申请了出国进修的提议 也很幸运的通过了 所以我就到美国去做了短期进修 回来就全心投入在听损长期疗愈 应该是推动台湾最早的新生儿听力筛检 所以专业的一个学习之后 回到国内服务 能够对于我们的早期疗愈有所帮助 在当时比较多的 遇到的一些现况会是什么 就是先天性的听损吗 其实当时我们对于听损 这个领域的了解 其实受于相关的专业知识的补足 其实是有限的 等到我从国外回来以后 发现国外已经蓬勃的发展 台湾没有那么积极的去 及早发现听损的问题 国外早就有新生儿听力筛检 而且也早期介入 但是我们没有 然后这些孩子 可能都要等到三岁左右 当父母发现他的语言发展有问题 然后就开始来做检查 才发现有听力的问题 那都已经是比较晚了 所以在当时不管是政策 不管是专业人员 不管是社会福利 不管是医疗水准 对于听损领域这一块 其实都是不足的 但是发展总是有期待的 当我回国投入 然后开始推动新生儿听力筛检的时候 刚开始就是不太会有人觉得 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渐渐的 有更多的 更多的这个同好 一起一起加入 使得台湾早期疗愈 从没有 然后到有一点 到现在非常蓬勃的发展 而且就是资源很丰富 这二十几年来的努力 就是这样的成果 从一开始的资源缺乏 或者是我们观念 根本都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地方 但是慢慢慢慢累积资源 专业在进入之后 帮助更多更多的朋友